眼见大车转弯 黑衣男子立刻背部紧贴 一旁铁皮平房让路 没想到下一秒 大车车头被高速冲撞顶片 直接往男子身上压过来 靠近一点看 男子瞬间消失不见 尘土飞扬 但奇迹的是 没多久 他竟自己走了出来 城南雨水 你一般车子驾驶 接受伤送医 目前皆无生命危险 车后发现在周三早上8点多 桃圆观音 虽然人都没事 但车子可就惨兮兮 肇事的槽车 由于事发当下翻车 不但槽内装的牛奶 撒一地 零件撕散 玻璃整片掉地上 槽底部分也出现多出凹陷 一引车头整个扁掉 毁损相当严重 而被撞的水泥玉拌车 则是车头上下分离 警方破报后立即到场处理 并实施加温管制 经酒车后 双方酒车子军为零 详细造是原因 人呆调查而轻重 既然双方都没喝酒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撞成这样 还有待后续调查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当下事发画面 靠着栏杆路面行走的 黑衣民众 就这么刚好 因这两台火车相撞 最终惊险卡在水泥车头 和车身的缝隙间 躲过一劫 尽管受到不小惊吓 但躲过死劫 实属大幸 民事员周炳瑜 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